大家好 各位 又是我 我是Anette 又是繼續《酒逃我醉葡萄》 今天就是第四集 都是講酒 基於我們講了兩集很悶的東西 我就決定要講一些有趣的東西 我們今天會講Riesling Riesling 中文名叫麗士林 其實它是什麼呢 大家看看它的樣子 它很明顯不是黑色的葡萄 它就是我們所謂的白葡萄 可能有人會開始問 為什麼你不是說沙當尼和長相思這些呢 有原因的 我到最後解釋給大家聽 麗士林 這次不關法國的事 我終於可以撇離了法國這個地方 麗士林 它是德國葡萄田之中的一種王者葡萄 為什麼呢 因為麗士林正正色色的原產地 就是在德國的內因 它其實在世界各地來講 即即我們在葡萄酒酒世界來講 它跟Chardonnay 其實是白葡萄酒三大之一 可想而知其實它的廣泛性是很多的 但在香港相對地沒有什麼人知道 又或者這麼說 喝過但是忘記 又或者知道但是又沒有特別為意 很習慣性地只是喝Chardonnay和Sylvian Blanc 那它的特性是什麼呢 我們其實又回到去 你會見到其實 其實麗士林本身的葡萄皮 不算厚的 相比起Chardonnay來講 相比起暖些地方的Chardonnay來講 它是薄的 它屬於薄的 那皮薄的東西呢 通常就會早熟的了 即大家都知道皮薄的時候 就自然不能夠抵擋陽光 就相對地的能力比較低 那就容易點快點熟 那它是屬於高酸度的 但是我們常常都說 酸度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 很多時候大家不以為酸 一說酸就會想起醋、茄汁這些東西 但對於我來說 其實這些不是我喜歡的酸 我喜歡的酸是水果的酸度 天然的酸味 因為它畢竟都是由一粒梅 而變成了一個糧果 但它都是由一粒梅開始 相比起我其實最不受得的就是 醋的酸味 譬如山渣 譬如你做山渣骨 或者只是用醋來做的酸甜排骨 我是相對地不喜歡吃酸甜排骨 即我不喜歡吃醋的味 我覺得不自然 我覺得酸度很假 泰國強 但果酸不同 果酸其實相對地是溫柔很多 它有新鮮的味道 而Riesling也都是 它釀出來的酒 大部分如果是德國計 它是相對地的酒精度比較低 它是種什麼的葡萄呢 它天生釀出來的酒 就會有花的香 你會見到的 其實它是青色的葡萄 同樣地它的花香 都會是近乎白色的花 或者淺色的花的香味 由於它的酸度有那麼多 你喝下去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很清新清爽的感覺 其實就是Refreshing 我們用的意思就是Refreshing 它是 如果以德國出產的Riesling來計 它是在果香 和有礦物的味道 的一個平衡度來的 一般來說 Riesling不是一種 適合做Aging的酒 即不是適合我們做陳年的葡萄品種 或者葡萄酒 它是一種可塑性很高的葡萄 它可以造成一些很乾 即我們叫Dry White 或者Semi Sweet White 或者Sweet White 甚至乎是Sparkling 那乾身的白酒 就是沒有那麼甜 半甜的 是帶甜味 但是你不會覺得很甜 甜的意思就是很甜 可以很酸 可以很Sugary 那些就叫做甜酒 即Sweet Wine 也可以做Sparkling 即是氣泡酒 那為什麼我自己 我大部分情況下 我都是喜歡白葡萄酒多一些 我不否認 即我個人的取向 不是因為我喝不喝厚酒體的東西 我可以喝得很厚很厚的酒體的人 但是我喜歡的原因就是 因為大部分的白葡萄酒 它通常都是Single Varieta 它不多做 即你除了Souvian Blanc 是叫做做得最多做做之外 大部分情況下 它們通常都是 我一個葡萄品種 我就是釀果子酒 或者那種酒 我很少會混合 所以我喜歡白葡萄酒多一些的原因 是基於這件事 因為你用一種提子 但是它會有前中美 不同的表達方式 不同的味道 有層次的變化 其實這件事是 你應該會覺得很欣賞 甚至乎你會覺得很驚奇 因為兩種葡萄和三種葡萄 它有變化 它有不同的層次 其實應該的 但是一種葡萄 它讓出來 它可以有一些這麼大的分別 又或者有這麼不一樣的表現 我覺得是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但是很不幸地 香港就不是很多人 特別欣賞白酒 以紅酒為主 其實我希望大家多留意一下不同的白酒 所以我先選了 Risland這種葡萄 而Risland也是其中一種 我們叫葡萄品種 是Gateria Expressive 即是它很容易受到種植地區的風土 影響它的味道 亦都很能夠表達到那個地方的特性 即是土壤特性 或者氣候特性 所以大家不妨嘗嘗不同的Risland 因為其實趁香港人 那些人不太懂 即是不太多人喝 喝多一點 好 它一般來說 它在比較涼一點的地方 它就會有很明顯的酸度 即是大部分德國都是 其實德國很冷的 很多地方都經常下雪 氣候很清涼 它有明顯的酸度 它基本的香味 就是一些青蘋果 青草 青草的意思就是 你去維園 草地裡走一轉 你就會聞到那些草的味 即是它會有些新鮮的青草的香 會有些西柚的味 即是挺有趣的 也有些 即是挺有趣 即是其實它是很果香的一種葡萄 而去到一些比較暖的地區 譬如在法國的阿爾薩斯 尤薩克 或者在部分的奧地利 它們就會有另一些不同的味道出現 就是一些甘骨 我們叫做Citrus 即甘骨類通常是什麼呢 譬如是橙 甘 骨子 即是刺 即是刺 即是那一類我們叫Citrus Lime 其實青檸 都是屬於Citrus的部分 又或者有些土的香氣 即是Pitch 不知道什麼是Pitch 可以去超級市場 找個土來問一下 一般來說 其實Riesling是不建議 或者不適合我們做陳年的 但是很有趣的 其實如果在釀酒的部分 我們就很清楚了 酸度越高的酒 其實它們有機會陳年的可能性 就越大 那譬如 那個有一個迷斯來的 講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譬如我們一些叫TBA Trocon Biosolese 這種酒 即是TBA 這些是一些很甜的 麗斯林的葡萄酒 它的價值非常昂貴 我稍後會講為什麼它昂貴 這類很甜的葡萄酒 其實那個陳全的能力是很強的 解釋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在很久很久 世紀之前 還沒有雪櫃的時候 大家怎樣去儲存食物呢 儲存食物的部分 就包括 將一些東西用來風乾 包括意大利火腿也好 咸安也好 中國人的臘腸 金華火腿也好 風乾鹽葉做鹹魚 是其中一個保存食物的方法 除了鹹 另一個極端就是甜 就是做一些極甜的東西 令到它裡面的水分 扯得很乾 其實是一樣 當你很甜的時候 它裡面的水分很少 糖分很高 其實就是可以對抗 變壞 就是不會爛 所以 在以前沒有雪櫃的年代 要不就極鹹 要不就極甜 做葡萄酒 要做到可以做到極甜的甜酒 難度是相當高的 所以我們會見到 通常可以 Riesling 做Aging 甚至可以過百年以上 一般來說 大部份會甜酒 其實也同樣地 曾經有據說 據說其實德國有一些很高品質的乾身 或者半乾身的白酒 話說其實有一些做得很有質素的乾身的Riesling 或者半乾身的Riesling 其實都可以超過一百年之後 都是可以喝的 例如我沒有喝過 我沒有錢喝 所以我不知道 據說是這樣 其實如果一般以Riesling 我們可以做Aging的計法是怎樣 大概的藥數 例如Dry的Riesling 一般來說我們大概是五年 即由出產的年份 例如你買那瓶酒回來 是2007的 大概就是五至十五年之內 你就可以喝的 Semi Sweet 半甜 大概是十至十二年 如果去到甜 一般來說 十年之後才開始喝 是沒有酒雞的 它一放 可以放多過三十年 這個就是基本 關於Riesling的特性 我們又休息一會 稍後再回來說 定一些東西 對 對